生命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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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這裡欠三十五十萬 這如果是我自己的阿媽還是我自己的媽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辦法繞好不需要是要怎樣 因為這樣多人要吃飯對不對 這些小的怎麼都有存在這種人 你這樣這樣做到八十幾個要再走 好 好啦 再做一遍就別做了 伯伯 怎麼樣 沒有 我是想請問你 我看到你這樣子伸手矯健 而且經常在這邊運動一定遇過很多人 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賣夢的老人 他把夢想賣給別人 而且那個夢想會美夢成真 有沒有聽說過 沒有 該怎麼辦 來 哪有一個十塊 阿嬤 只有十塊 十塊放在那裡 放在這裡嗎 是 要吃飯 要吃飯 吃飯 十塊 十塊 來 阿嬤居然聽了一碗飯給我 十塊而已 阿嬤居然聽了一碗飯給我 十塊而已 我以為那個錢滾過來是阿嬤這邊釣出去的 我拿了一個十塊過來 阿嬤居然給我這些東西說 總共才十塊 阿嬤你這菜都不會這麼燙喔 對 都這樣 一堆一堆這樣都十塊而已喔 一堆都五塊而已 一堆一堆五塊 那兩個這樣就十塊喔 對 就這樣做一堆就吃飯 你這樣算會好嗎 我這樣湯不用錢 湯不用錢 阿嬤我想說你這樣算會好嗎 阿嬤你算我這樣 阿嬤你算我買菜要這麼多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喔 對 就這樣盡量看 看一看賣賣 多少錢這樣收起來 你這樣 你這樣 連那路人也知道 你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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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阿嬤你做這個頭路做多久了 做 在這裡賣賣25年 都賣55年 都賣55年 都賣55年喔 對 以前是賣3餐 現在賣1餐而已 賣1餐而已喔 阿嬤你今年幾歲了 11 原來裝阿嬤經營的廉價自助餐 是附近勞動朋友的最愛 用一個銅板就可以換取一頓溫飽 但是創造經濟奇蹟的台灣 它還有存在的需要嗎 人家不可以刮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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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可以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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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有些人說 阿嬤是一個很笨的人 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賺1餐3餐而已 阿嬤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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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要5餐 你就開始賣3餐 對 阿嬤那時候開球間 人家在收6 1點鐘12塊 我也收6塊 我都 我都每次做 每次都要 每次都要 我先刮 軟了 不敢賺小 齁 聽說很多 比他有錢的人 甚至開車子 來這邊吃他這頓飯 社會還是存在 有這種角度的原因 就像他講的 都要到他們家去偷東西了 他還是要賣飯給人家吃 還是賣這麼便宜 難道他不知道 那個人幫他拿東西嗎 所以他的愛是不變 你放心 如果說 不夠錢 可以賣這些菜 要怎樣 不夠錢 我兒子就 一塊一塊 兩塊一塊 一塊一塊 沒有 他做工夫 做工夫 沒有工夫 就是兒子還有2萬塊 要給你做生育 你還拿來炒 這樣嗎 這樣不夠 這樣不夠 不夠 欠人 不夠 才讓他來 我真的有欠人 你現在還有欠人 那你做沒有關係 如果說有賺錢 你可以再不斷的 再延伸下去的話 那是OK的 但是 你就不在負債的狀態下面做 你頭要花多少錢下去了 現在又欠人多少錢 我真的 我算了 我算了 還欠人到五十萬 我只要那一塊一塊一塊 還落二十幾塊 還落二十幾塊 還落二十幾萬 還落一千 還落七 那你呢 這樣...這樣只要他 就... 那也是還要煮風車就對了 情何以堪 所以我就 很捨不得的來 面對當時的那個狀況 我買五百五里了 要賠 你自己這裡欠人幾十萬 這如果是我自己的阿嬤 還是我自己的媽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買五百塊不免 是要怎樣 對啊 因為那你多人要吃飯 對不對 這個社會怎麼都有存在這種人 你這樣做到八十幾歲還要再做 啊... 好啦 我做不就不要做 我如果是你兒子 我也是叫你不要做 因為聽不下去了 那很多人一天到不在酒 那一天開幾十萬也是在開 我就想不下去 人不在想什麼 不是說我沒勇敢 你知道嗎 不是說我阿嬤沒勇敢 說今天沒辦法來看你這個鄉民 謝謝啦 阿嬤你喔 我知道你沒哭啊 哭啊很無聊 我說我... 好啦 我覺得我很不勇敢的 我不會啦 我很勇敢的啦 我很堅強的啦 我不會哭 我很堅強的 我做阿嬤 天啊 我還讓阿嬤來安慰我 我要堅強與勇敢 完全被阿嬤的愛心所融化 如果這個傳說說真的有一個賣夢老人 我寧可相信 阿嬤比賣夢的老人 他還要更高境界 阿嬤的這份執著 我恍然頓悟了一個銅板的爭議 原來手上的十元 可以吃到的是幾十元的飯菜 還有無法用金錢衡量的關愛 雖然他不能真的賣夢給我 讓我為黃蝶翠骨 許一個重生的美夢 但我卻用了這些銅板 買到了一個比夢更珍貴的東西 我知道夢想並不偉大 唯有靠自己築夢 美夢才會踏實 加油吧在地人 用81歲莊阿嬤的執著精神 讓翠骨再度飛滿黃蝶吧 因為他用十元 讓許多人不再愛餓 得到一夜好夢 而且他為這些人 承諾一個美夢 那就是 無論有多老都要賣下去 這樣你能說他 不是賣夢老人嗎